今天是1月4号 A股已经收盘了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看到今天的盘面 你晚上能不能吃得下饭呢 是不是对A股很失望呢 盘中的科创50 创了一个历史的新低 可以说是非常差 那为什么A股会表现得那么让人气愤呢 我们的A股在全球股市来说是最差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我们的A股下跌 是因为跟外国跟美国的一个贸易战 金融战导致了我们A股跌跌不凶 还有人说我们的A股之所以这么差 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国内经济表现不好 失业率上升 还有这个什么各行各业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 另外一个 有人说我们的A股上涨跟外媒 外资跟经济没关系 之所以不涨是因为我们市场的原因 市场里面的一些交易制度 交易规则以及我们的新股过度的发行所导致的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在几个方向做一个全面细致的解读 那听完后我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了 在讲诗之前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对A股的表现全球最差 大家都明白 那为什么我们的A股会表现那么差 其实大家心里都在问这个问题 说真的 我也在纳闷 在证券公司 待了很多年 我从来没见过A股这几年的走势这么差 就算是在以前2018年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指数差 它起码还会什么 还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但是从这几年的表现来看 越来越差 那为什么呢 很多人问这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在以前的话 我们的股票 整个市场只有一千多只票 对吧 跌太多了 那么一反弹的话 资金一进去的话 全面就起来了 但是现在呢 五千多只票了 五千三百多只票了 你跌的话 跌下去以后 想反弹 资金量不足 钱不足 那么他只能拉一部分 比如说拉一些热点板块 其他大多数的还是不涨 涨了指数 没涨票 对吧 大家哪怕市场反弹了 指数涨向起了 你的账户还是亏钱的 大家有没有这感觉 所以啊 这个一看 就有很多的一些语音在里面了 好 那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A股不涨是外媒外资做空吗 那我们看啊 今天的这个外资啊 北上资金 他也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流出的啊 属于一个流出的 然后下午出去回流了 可是你看一下 北上资金啊 就是外资 现在持有我们中国A股的总市值啊 大家看一下 他持有的市值是多少 19684 对吧 19684亿啊 然后他累计买入是多少 17876亿 那这么一看的话 说是本身资金在外资在我们国家还是赚钱的 对吧 市值是这么多买入这么多那不是赚钱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值是70多万亿啊 70多万亿啊 70多万亿 外资外资就那么2万亿左右 2万亿左右 他能够限制或能够阻导我们 70多万亿的A股市场的走势吗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大家应该心里都有顶 所以你说外媒做空 还有就是外资啊 在做空啊 这个我觉得不太靠谱 有人会说外媒做空怎么做空呢 其实外媒 他其实就是发我们的一些股市报告 我们的经济报告 通过我们什么 对我们的这个经济 对我们的这股市发布一些看空的一些言论 导致了这个什么导致市场信息命运不足 以后呢 再通过资金的一个做空达到什么达到啊 压制我们股市的目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 有人说啊 我们A股之所以涨不起来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美股的强势 或说是美股跟我们金融战所影响的 有一个让人无语的一个事啊 就是什么呢 我在昨天看到一个消息 有人说啊 他说我们A股之所以涨不起来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外媒在做空 就比如说啊 我们的 互联网啊 还有我们的汽车啊 这些方向 尤其是汽车啊 汽车龙头 我们的汽车龙头是谁啊 是比亚迪啊 目前这个新能源称的龙头 对吧 比亚迪 然后呢 美国的股神巴菲特在不断的卖出比亚迪 不断的把这个 把手中持有 比亚迪的 比亚迪的这个股票全部卖出去 然后呢 我就有一个信息啊 他卖出我们的比亚迪 他本身是获利的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对吧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为什么他会源源不断的卖出比亚迪 很多人说是啥配合 是吧 配合美股 配合美国来做空我们的股市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也不是啊 就是他的这个1940 对整个比亚迪来说 影响应该不会特别大吧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看啊 全球 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在涨 美股 哪怕他给我们发生金融战啊 哪怕给我们发生这个什么 经济战 对吧 纠纷 但是为什么人家美国的股市 能够涨上天 美国在不断的加息的过程中啊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在2013年是在不断加息 他在不断加息的过程中 他的股价还是冲了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他会涨的这么高 对吧 这 按理说 有句话怎么说呢 我们双方在这搞战争 杀的一千自损八百 对吧 那为什么 人家还能上创新高 还能涨涨涨 那只有我们A股表现比较差的 你说这个贸易战 这个金融战 你说说的过去吗 大家觉得呢 所以你不能说啊 我们A股不行 就把这个 这个归功于是美国在搞事啊 以后人家在做空我们的股市 做空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做空的 这你不用自已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做空 不是我们A股下跌的最关键的原因之一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觉得是的 评论区一波 888支持一下 好 那我们回到A股 另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 哎呀 我们的股市啊 之所以不好 是因为什么 经济不好 大家知道啊 现在我们的经济确实不大好 包括我们的高层 都已经明确的说了 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甚至啊 现在高层啊 连那个什么 连这个我相信大家就应该知道 连那个什么失业率都不太发了 对吧 现在有一些行业啊 或者说有一些数据啊 统计过 但是这个不能是吧 不完全的啊 他说我们的青年中青年失业率啊 中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什么 40%以上 也就是说100个里面有 差不多有40多个人 中青年失业的 那这个比例就很高了 对吧 从以前我们的 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 那以前是多少 20% 20%上下 之所以不发了 可能是这个数据比较严重 或者说增幅比较大 怕刺激大家的心理 所以有人说 现在已经超过了40% 甚至有人说达到一半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看 两个年轻 两个年轻人 有一个是失业的 那这种 这一种行情 这一种经济就非常是危险了 对不对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啊 没有没有一个官方数据 所以这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 但也透露出一个问题 我们的经济确实是不景气 那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大街上啊 满大街都是什么 满大街都是什么 滴滴满大街都是什么 骑手 对吧 没事做 没有工作 他什么 要生活 要生存 就跑车 跑外卖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啊 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 你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下 赚到钱 你会日晒雨淋 一天十几个小时去跑车 去跑外卖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吧 如果我做了一个办公室啊 对吧 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工厂 一天我工作8个小时 对吧 就比如说我做个比较好的工厂 8个小时 各种福利都有 对吧 然后我一天就什么 周末还有休息 一个月 七八千万八块钱 你会去跑外卖吗 你会去开滴滴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吧 有时候可能会说 哎呀 人家跑滴滴 一天跑十几个小时 人家跑外卖 一天跑十几个小时 可以赚1万块钱 赚1万多 但是你想这颗钱有多辛苦 而且跑外卖的 它是没有什么 没有其他保障的 对不对 那你想想这么算下来 我们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就很差很差了 从外卖人呃 外卖人员的增加到这个滴滴啊 就是这个这个开车的人员的增加 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经济确实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还有啊 我又回到市场的一个问题呢 既然经济出现问题呢 我们的这几年的这个经济不好 那这几年股价下跌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在2019年啊 就是疫情之前 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很好 大家记得吧 2019年疫情之前 我们中国的经济是全球最好的 增速在7个点以上 对不对 那甚至在2019年往前 那些年啊 我们在我们中国在2030年的时间里面 是不是在全球经济里面是最强劲的 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 不说啊每年多第一吧 但是都是排在前三的 对吧 那我们在2030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中国的股市涨了多少 现在我们回到印度股市啊 大家看印度股市在去年2023年表现非常之强啊 2023年的话 他又涨了 以后 从 2003年 2003年开始啊 到2023年 有人统计过印度股市涨了20多倍 就是说啊在这个过程中啊 印度股市涨了20多倍 那么在期间啊 印度的经济跟我们的经济 也是一样的 处于一个高速发展周期啊 就说印度啊 在2010年的时间里面 他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 而且速度还是很快的 给我们中国啊 是什么 并驾齐驱的 所以他的股市啊 在这个是20年的时间里面涨了20多倍 是吧 这个经济是股市的前余表 那在印度股市表现的淋漓尽致 哎 那现在回到我们A股 那我们在2030年的时间啊 跟印度的经济几乎是并驾齐驱的 甚至在很多年前 我们的经济它是远远的甩开了印度的经济 那为什么我们这中国的股市 在2003到2023 在2010年时间里面就没怎么涨了 有人统计过啊 我们的中国股市在2003到2023这个时间段了 大概就涨了一倍上下 一倍上下 朋友们 关键是这一倍涨幅 还不是股价的增加涨幅 是什么呢 是因为股票数量的增加涨幅 甚至很多票啊 很多票还在创新机 这就让人无语了 对吧 你这一倍的涨幅还不是什么 还不是市场的涨幅 它是股票数量增加的涨幅 因为在2030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中国的这个股票数量啊 从几百家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5000多家 这个数量增加速度非常之快 全球都没这么多 对吧 没这么快 那现在回到市场了 那为什么印度股市 在20年的时间里面涨了2030倍 我们中国股市20年时间里面 还在原地踏步 还在原地踏步 涨幅不大 我们的经济 个人的经济啊 甚至更强劲 更加什么 更加的有什么 有潜力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两年的经济不好 是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下滑 导致的股票不涨 不涨吗 这个大家觉得说的空 说的过去吗 说的通吗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我们市场的原因 导致的A股部长涨呢 现在大家最为纠结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们A股部长 大家主要总结是这么几个 与市场有关的 第一个 RPO数量太多了 RPO数量全球第一 RPO墓值全球第一 RPO这个什么 上市后大股东套现全球第一 那你想想这个市场已经是超大量的发行 还记得我在前面视频道 跟大家做个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吗 2022年2013年没出来 2022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这个RPO的怎么可以算 融资额占了全球的53%多 朋友们 2022年我们中国RPO这个数值 占了全球本本是53%多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国家 把全球其他的股票 上全都干趴下来 然后我们 跟美股的一个对比 就是美国市场几个交易所 2022年 它占全球融资额的10点 好像是10.6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53 人家是10.6 中间相差多少 相差5倍 也就是说我们跟人家的这个融资额相差5倍 还有 美股的市值 美股市值现在是我们的5倍多 超过了我们的5倍 那你现在再乘一下 25 也就是说我们的RPO融资数值 相比起美股来说 是吧 是人家的25倍 朋友们 这是什么概念 美股是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场 也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市场 对吧 但我们的RPO融资额 却是人家的25倍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不是浪发 不是超发 那是什么 对吧 这明显的就不合理 你说多个1.1倍 两倍还可以输得过去 20多倍的差距 这个怎么说 这个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这个是RPO的融资 那么RPO融资上去了 大股东是不是要套现 大股东套现的钱 比RPO的数值融资的还多 而且几乎是翻倍 翻几倍的这种套现 那你想想 从中国股市面流出了多少钱 对不对 这个钱流出去了多少钱 这里就不得不说 另外一个是套现 对吧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一直纠结的问题 明明知道这个限售股转融通 这个限售股转融通 就是大股东通过这个限售股转融通的这个事件 卖出股票 套现走人 那为什么我们的高层就是不禁止的 对吧 大股股就这个疑问 明明就发现这个漏洞 它为什么不禁止的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把这个限售股转融通给它禁止了 你把这个融券给它禁止了 那对它的RPO这个新股发行环节 就会存在大的问题 就比如说有些基金 有些基金的话 它参与这个新股 这个上市过程 甚至有一些基金是什么配售对不对 配售 那把这个资金配售了 但如果你什么转融通禁止的话 它的资金也套在里面了 它出不来了 出不来就是什么 没有流动性 对不对 没有流动性 这个市场就起不来 就动不了 所以高层明明知道 这个什么 这个限售股转融通这个事 它还是前段时间还是不愿禁止 就是因为什么 你一旦禁止的A股的流通性 就起不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基金甚至说资金都套住了 出不去了 那没有人来申购了 那没有人来流动了 那这个股票市场不是越来越弱 不是越来越差吗 所以 大家现在明白没有 当然在节前 他出了要求什么 券商公司要什么要落实新规 但是落不落实 这个又另外一句话了 但从这是吧 新年以后的几天的交易来看 A股明显的又不对劲了 是不是不对劲了 你看一下资金流下 我们看一下板块 今天流出资金的板块 大家看没有 融资融券净流出278亿 这个你看天天几百亿来流出 天天几百亿的流出 A股市场有那么多钱吗 是不是 那这个 他们流出了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应该是到了 大股东的口袋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钱 源源不断的流出 源源不断的什么 进入了大口大股东口袋 A股市 是不是 这个钱就什么 就有缺口 总是什么 总是没有活口 活口有到很少 所以怎感觉这个市场里面的钱 是吧 在不断的一个缩水 大家有没有这感觉 你说这种行情下 A股能起来吗 本身市场 本身股市 它就是一个资金推动型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经济的预期经济看好怎么样 我告诉你 都是经济推动型 哪怕美股也是 美股是世界最强最强的市场 但是它也是经济推动 资金推动 对不对 美股为什么涨涨 创历史新高 它是因为有资金推动 什么资金推动 美元强势 美元强势 所以资金源源不断了 现在回到我们市场 大家现在 看一下中国股市这个情况 好 这是 RPO环节 或者说是什么 交易套现的这些规则上面 还有就是什么 财务造假这一块 财务造假 你后来通过包装上市 你的大股东用什么 刚才讲的 现社货总装通套现 割韭菜 这些是不是 也是我们中国股市里面的一些什么 经常碰到的 也是我们中国股市上市公司里面的一些 拿手戏 对吧 当然 还有一个重点 也就是我们的交易规则存在问题 A股名义上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T加1的交易制度 但是 大股东 还有包括师母 包括一些大资金 他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融资融券 通过国子期货 实现T加0的转换 实现当日的T加0 但我们的散户朋友们做不到 散户朋友只能通过T加1 他想要赚钱 只能明今天买进去 明天涨才能赚钱 但是 师母也好 包括一些基金也好 他可以通过什么 高位融券砸盘 就比如说股票是吧 涨上去 那我这高位借票砸下来 你要跌到低位了 我再买进去 这个T加0不就出来吗 对不对 或者说他跌到低位了 我手中没钱了 我从证券公司借笔钱 我先买进去 对吧 你要到高位了 到高位了 我再融券砸出来 行不行 是不是也可以提 实现一个T加0 对吧 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不就出来了 所以 这还是 一个交易规则的问题 总之一句话 我们A股市场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什么 一些不太 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们的期权交割 对吧 每个月 是吧 每个月都搞 你看美 你看人家外围市场 人家美股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 一些大股东的一些 什么 限制 并没有完全的堵住 我说大股东限制 没有完全堵住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 一些大股东 通过一些什么 一些合谋 还有一些给基金 给一些大资金 是吧 中间的一些什么 内幕交易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是不是很多很多 所以综合来看 A股市场 涨不起来 原因很多 但我觉得 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原因 从市场的节奏来看 是吧 美股 美股的涨涨 对我们的有影响 或者说我们的上涨 被外媒卖资做空 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我们的经济不好 确实也是会影响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走势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什么 它说我们市场的规则与这个什么 市场的体量容量出现问题的 我们的市场体量是比较大 但是我们市场的这个什么 融资量明显的不什么 不现实 明显的不对称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是吧 无语的一个事 因为我们高层也知道 是吧 我们的rpo上那么多 我们的rpo全球最好 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 什么 出现下滑情况下 它还是使劲的发 股市明显出现下滑的情况下 它还是使劲的发 那它就不能暂时停一下吗 这个我相信是所有股民 想问的一个问题 说真的我也不明白 那么大家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中国股市不涨呢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